注意 明天准备专心开会 注意注意 同学们上课咯 立法院周五就要开议 国民党团提前举办 立法实务研讨会 院长韩国瑜亲自开学训勉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坑 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 外套别上 今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韩国瑜三十六字真言 期望党内同志化为实际行动 除此之外也以前辈身份 提醒同党立委们 以爱之名放下屠刀 看看这个眼神有多真挚 以爱出发更要用力监督 谈起法案推动 韩国瑜提醒再做立委 记得外界对党有所怨言 比起硬碰硬也请大家 以柔克刚 但举的例子却有点让人捏把冷汗 开口前 手还先示意 因为当初酿出风波的傅坤 旗就坐在隔壁 开议前韩院长京剧联发 朝野阵营也摩拳擦掌 国民党团由傅坤旗扛头旗加上书记长林思敏 以及晋升首席副书记长的王洪威 民众党团黄国昌蓄战总招 加上吴川成以及麦玉珍 民进党则依旧由熟面孔柯建民出任总招 搭配吴思瑶以及新任书记长蔡易瑜 各党团三长各就各位宣告 国会修罗厂强势回归 华氏新闻张震陈建达台北报道